今天上午10点钟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上海开拍 已经结束的几场资格赛中 中国队南丹小将郭凯 不敌孙晚虎被淘汰出局 薛松晋级第二轮资格赛 上海浦东的原生体育馆 是上海大鲨鱼南篮的主场 不过CBA新赛季 一开始的两个主场 上海队暂时搬到宝山 就是为了给中国公开赛让路 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220名运动员前来参赛 今天上午 南丹资格赛率先揭幕 16名队员争夺4张正赛门票 中国队小将郭凯 首轮碰上了曾经击败过 李宗伟的韩国人孙晚虎 对手的世界排名要比他高出百位 首局17比21 第二局10比21 郭凯出局 因为他的防守本来就比较好 他球路也比较稳 在第二局一直攻击他的情况下 自己就会产生那种犹豫怀疑 郭宇南丹另一位希望执行薛松 首轮对手是日本的板井一将 对手也是日本队的重点培养对象 薛松一上来 靠着快速进攻和多变的线路 将对手打得有点懵 他顺利晋级到下午的第二轮出格赛 中国公开赛是世界雨连全年五战首要超级赛的最后一战 那论重要性呢 它可以说仅次于奥运会和世锦赛 那在今年前面四战首要超级赛里面 陈龙和李宗伟是分别拿到了两个男单冠军 在全英和丹麦恰恰是在决赛中 陈龙击败李宗伟最终夺冠 那根据我从裁判场处刚刚拿到的消息呢 李宗伟是以脚踝伤势复发为由会缺席本次中共公开赛 而陈龙呢会在周三的男单首轮正赛当中呢 对阵荷兰老将埃里克庞